日币贬值经济部呢有特别邀一些日系的叶子来喝咖啡谈降价 时间算一算到现在满月了 可是我们中视新闻记者发现了日系车像是和谈 马自达虽然喊出年后要涨价1%到3% 现在确定是不涨了但是也没有降价 所以消费者到底有没有社会当然打个问号了 而化妆品像是XK2在2月1号才涨过价 现在说不调整但对消费者来说还是吃亏的 而日本来的这平价服饰采用的居然是美元计价 他们也说不打算调降 因此面对这样的情况呢经济部已经表示 不排除要邀这些业者再来喝一次咖啡 希望能够降价经济部邀请日系厂商喝咖啡即将借满一个月 郭知名大厂通通不动声色似乎成效不彰 其实一年来日币从77.48元的价位一路贬值 近三个月更是贬罪凶一度来到94.3元 便幅达到14.55% 不过日系厂似乎还嫌不够 不降价就是不降价 3月1号开始呢将车价调涨一个% 但是由于最近日年大幅的贬值 我们也决定取消3月1号的涨价的这个计划 核台计则说原来要涨了现在不涨了 而马自达原本过完年后也要涨1.5到3% 大约1万元现在也先动涨 SK2更是赶在喝咖啡前就已经先调涨 至于日本来的UNIQLO则是美元计价 换句话说等于通通不降价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可能可以再跟相关的业者做一些沟通 可能还会有第二甚至第三次的喝咖啡 不过没有强觑力 小老百姓也只能言巴巴的等着良心业者自行降价